長龍航空總事長張國偉在宣布接任集團總裁之後 介紹法典辦可以看到他搭乘畫面中這輛銀色的休旅車進入到總部裡面上班 雖然先前傳出大廣是提出可能會裁設掉總部這樣的單位 換句話說也就是等於是裁掉了總裁這個職務 對這方面其實張國偉表示他今天上班仍舊會執行他在總裁方面的任務 如果他今天來上班找到阻擋的話他還是會到其他的方面繼續工作 另外也讓大忙跟二忙之間在基因選之爭的機械程度越演越烈 另外在大忙跟二忙基因選之爭上的現在在新的決策核心其實也無知欲出了 在原本的三位副總裁可能除了三位會進入決策核心之外